从使用成本上来看 电车肯定比油车是要省钱 但总的成本上来看 每年跑的特别少 5000公里都跑不到 可能确实还是油车更划算一点 那假设同样都是 十来万的这个家用车 一年跑5000公里的话 电车比油车省多少钱 我们来算账 能耗费用 那某油耗统计APP 十来万的这个油车 像朗逸 轩逸 卡罗拉等等的 车主综合油耗 大概是百公里七升 最近这段时间 92的油价大概7块6左右 一年跑5000公里 2660块钱 电车接着算 以前视频单独讲过 今天简要说 十多万的电车 像是比亚迪勤 海豚大宗ID3 欧拉好猫这些车型 百公里电号 一般在11到14千瓦时左右 我们就按比较高的 14千瓦时来算好了 电价要比油价便宜多了 再加充电的话 一度电就是千瓦时 也就是3到5毛钱 外面的充电桩 国家电网特来电 这些APP也看了一下 大概每度1块5毛6 那么假设 加充和外面各占一半 一年5000公里 电费377块钱 也就是说 你光能耗的费用上 电车每年 大概可以比油车 省2283块钱 可以算是个零头了 那么保养也要钱 电车保养的项目 不管是数量 还是频率 都比油车少 价格自然也更便宜 像比亚迪勤Pro 6万公里总的保养费用 2131块钱 平均到每公里是三分五厘 那油车本田飞度 6万公里 总的保养成本 6349 平均每公里 大概一毛钱 大众速腾 6万公里 6126 大概也是 每公里一毛左右 那按照 一年5000公里来算 电车还能 省下325块钱 总共 前面一家 2608块钱 那如果考虑到买车的费用 和后期换车的损失 每年省个2600左右 还划算不划算的 不好说 首先 买车的时候 同级别的电车陆地 往往要比油车 是多花点钱的 某车之家 或者其他APP 你随便搜一下看看 紧凑车型里面 纯电动车69款 起售价14万以下的 只有15款 占21% 这里面还有不少车型 专门跑网约车的 家用的话 一般很少有人选择 不愿意撞山撞车 那实际能买的机款车 优惠情况 我也看了一下 电车免购置税 优惠不多 所以说实际落地价格 跟指导价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想要买车的时候 省点钱 油车的选择实际上更多 可能花个12万 就能买到不错的车子了 电车的话 有可能14万 才能买到称心合意的 那另外 如果你打算短期内换车 电车有可能更吃亏了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和金针谷联合发布的 2022年11月 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里面 有数据 与去年同期相比 新能源车保值率 有较大提升 3年保值率 大概在52.5%左右 和燃油车的保值率相比 差距的确有 油车3年保值率 普遍的60%左右 那么换句话说 12万的油车3年后 大概能卖个72,000 14万的电车 3年之后 卖个73,500 有18,500的差价 往心惊肉跳的讲 就是多亏18,500 那么三年下来 每年只开5000公里的话 电车能省的钱 是7824块钱 贬值的窟窿 是填不上的 那么每年跑多少公里 才更推荐买这个电车呢 最低标准 保值率的差价 我们总得挣坏来吧 18,500 三年一算 电车每年得给我们 省下6,166块钱 才算是拉平 那么按照前面的算法 油车每公里成本 6毛3左右 电车每公里 1毛8左右 也就是说每年大概要跑 13,702公里 这差价是挣回来 拉平了 当然 如果你买的是微型电车 你比如说 武林洪光迷你这种 那这个回本里程 可以缩短很多 那车价低 你就算贬值 也不担心 亏得特别多的钱 而且你这个所谓的油费 其实是电费 一样是能实实在在省下来的 廖宇婷 吴亮等人发表在期刊 《汽车工程师》上面有篇论文的 纯电动汽车与燃油汽车经济性比较研究里面 他做了个比较 发现小型电动汽车相比中型电动汽车 在生命周期成本上是更具优势的 主要原因 就是小型电车指导价 它基数本身就低 而能源成本和保养成本 它又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能够更早的弥补上零售价高于燃油车零售价的劣势 所以小结一下 一年跑不到5000公里的话 电车是能省钱 但省得没想象中那么多 三年下来 有可能贬值才是大头 根本就不在油耗电耗上 如果一年能跑13000公里以上 十来万买个电车就开始划算起来了 即使三年卖掉和油车一比 也是能够略微有点小赚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